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圣经的一句话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想作为对大家的祝福 这一句话就是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钟姐妹唱迦南诗歌 我今天为你祝福里面讲到耶和华 我想在座的好多朋友 你们大概不知道耶和华是谁 这是一个音译 那个叫亚维 其实他就是上帝的意思 摩西当年问你是谁 上帝回答他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 希伯来文就是亚维 就翻译成耶和华 其实我们学哲学的时候 就学过一个词 叫自在者 我们人都是他在 我们都是靠什么才能活着 靠空气 靠阳光 靠雨水 靠大地 才能活着 但是神什么都不靠 他是自在 他自己就在 有些朋友们听我们基督徒 唱歌 这个讲话 读圣经 有时候不太理解 因为这些词 你们从来没接触过的 我当时没信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们那套逻辑 那一套语言 作为我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听不懂 但是信了耶稣 不知不觉 二十年 我自己也讲黑话了 所以有时候我就设身触地的 为我们在座的那些朋友们着想 你们肯定不懂得什么叫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就是那个 自有拥有自在的那一位 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测不透的 那个自己存在的 冥冥之中的那一位 他祝福你 他祝福你 他怎么祝福你呢 他是借着 看得见摸得着 耶稣来祝福我们 昨天我讲到耶稣了 今天我还得讲耶稣 因为如果不是借着耶稣 我们没有人能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是灵 他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存乎众人之内 神本身是看不见的 但是 他为了让我们看得见 他就成了人的样式 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向我们说话 用我们能够领受的情感 来跟我们交流 就是耶稣 所以刚才我读的这一段圣经 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人类 有一个美好的旨意 这个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那三句话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首先我讲第一句 就是要喜乐 平安喜乐 是基督徒用的最多的一个词 是吧 平安喜乐 刚才小敏讲了很多他的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 这个为什么圣经特别强调这个 因为你知道 上帝知道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我们人生最宝贵的 我们自己以为是吃好的 喝好的 玩好的 住好的 一切都是出人头地 神说不不不 我造你们我最清楚 你们这一生对你们来说 最宝贵的就是你们要喜乐 圣经上讲喜乐的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你的骨头枯干 你们信不信 你们知道这些长寿的人 因为人们现在越来越讲就是长寿之道 健康之道 长寿的人有很多的因素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因素 不管是日本的长寿的 美国的长寿的 欧洲的长寿的 都有一个共同因素 就是喜乐 坦荡 什么都不在乎 乐观 豁达 向上 喜乐就是最好的药 比人生 比灵芝 比鹿荣 比什么都好的药 就是喜乐 所以上帝让我们要喜乐 我们中国人讲七情六欲 你们都知道七情是哪七情了 喜怒哀乐悲恐惊 这是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 都有的七种情绪 你们注意 这七种情绪里边 只有两种是好的 是正面的 有五种都是不好的 只有第一跟第四 只有喜和乐 那另外五个都不好 怒不好 对不对 哀不好 悲 悲伤的悲不好 恐惧的恐不好 是吧 惊 惊吓的惊不好 所以人们常说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是人生的情绪当中 大部分是负面的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我们就喜欢抱怨 这爱不好 那爱不好 工作不好 领导不好 社会 什么都不好 自己孩子都不好 找个老公也不好 丈夫也不好 最后发现我自己也不怎么样 天天抱怨 考了九十八分 不好 为什么不考一百分啊 美国人呢 他有基督教文明的传统 我从美国来 我知道 美国人 美国他们的孩子 考八十分 回家问 多少分 八十分 Good job 爸爸高兴得不得了 心态的问题 心态不好 什么都好不了 有很多富有的人 很多有权位的人 有名利的人 什么都有的 但是他却自杀 什么都有的 得忧郁症 那是心态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喜乐的心 是最最宝贵的 有一位耶稣的使徒 叫保罗 他在监牢里 给教会写信 他很快就砍头了 那本书叫 《贴撒罗尼加前书》 后书 我刚才读的那个圣经 就是那一段 他在什么时候 讲的要常常喜乐呢 是在他坐牢 准备被杀头的时候 那个短端的一封信里面 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一再地告诉他们一件事 什么事啊 你们要喜乐 我再告诉你们 你们要喜乐 讲了好多遍呢 你们要喜乐 要跟我一同喜乐 哦 那个喜乐 一个人如果在牢里都喜乐 一个人如果在临时 被杀头之前都喜乐 这个人就是不可战胜的 这个人就是得了永生 因为永生之光 照在他的今生 他永远是喜乐 所以我们人生在世 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们千万注意 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你一生的这个效果 果效 都是由你这个心发出来 你的心要黑暗了 你整个人生一片黑暗 你的心如果光明了 你的人生都是光明 你的心如果喜乐了 谁也不能不让你喜乐 对吧 你就真正的幸福了 你的心如果不好 你什么都好不了 不要去跟别人比 他拥有多少钱财 他拥有多少幸运 他拥有多好的地位 都不要去比 你就保守你的心 保守你自己的心 平安喜乐 就好了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哎呦 你说的好听啊 喜乐不起来呀 人生这么多压力 这么多重担 我现在工作还没找着呢 对不对 我身体又不健康 家庭也不和睦 我找对象都找不着啊 结了婚了更苦啊 事情都是不如意啊 我告诉你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是什么 不住的祷告 你们这三句话你们都要背下来的啊 不背下来你得不到今天的祝福 第一句话是 是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就是说永远喜乐 该喜乐的喜乐 不该喜乐的也喜乐 你们知道吗 叫常常喜乐 就是上帝说 孩子啊 我要让你的心 永远泡在喜乐的甜水里 你就可以健康 长寿 而且有幸福 真正的幸福就属于你了 不要比身外之物 不要跟别人攀比外面的东西 你里面有喜乐 就有了膏油啊 结果可能你会说 天父上帝啊 我喜乐不起来啊 那么第二句话等着你呢 不住的祷告 什么叫祷告 祷告就是面对神 刚才孙海英讲了 你平时都是面对自己 看见的是自己的身影 黑影 对不对 如影随形 你走到哪里都有个黑影跟着你啊 对不对 看见自己的黑影 就恐惧 就孤单 就害怕 但是祷告是干什么 不要再盯着自己 不要再盯着环境 不要再盯着地下 往上看 那里有太阳 那是神 仰望神 你知道 当你仰望神的时候 你面对神的时候 你就立刻可以喜乐起来 你们没有信耶稣的人 没有经历过 信耶稣的人都知道 圣经上怎么说 到你喜乐的神那里 这个神的喜乐 就是你们的力量 还有圣经诗篇里边讲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恼 当仰望神 他用笑脸帮助我们 基督徒都会背这些 对不对 我自己有这个经历 只要你什么时候仰望神 你立刻就有平安 有喜乐 我有时候自己哭啊 我遇到极大的挫折 我遇到极大的这个误会 伤害 我得了重病 那个时候 我仰望神 神用笑脸看着我 我有时候跟神说 神啊 我哭 你怎么笑呢 我发愁 你怎么一点都不愁呢 我都活不了了 你还笑眯眯地看着我 还用笑脸帮助我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神永远是笑脸 神从来不用苦脸帮助我们 用发愁的脸帮助我们 他用笑脸 弟兄姐妹 回答我 为什么神总是用笑脸帮助我们 他是爱 这是不错的了 但是我奶奶有时候也哭着看我呀 跟我一块哭啊 但是神为什么老笑 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没有发愁的事 在他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飞机场 有一次我等飞机 看见一个小男孩 大概几岁啊 跑来跑去地哭啊 找他妈妈 最后哭得撕心裂胆的 拿着一个矿泉水的瓶子 找他妈妈 最后终于找到了 扑向他妈妈的怀抱在那儿 不停地哭 妈妈看着说 哭啥呀 拿着瓶子说 我爸爸不给我打开这个盖 他妈妈不吃就笑了 我们在旁边看的人也笑了 对这个小孩子来说 这是天大的困难哪 这困难太大了 太委屈了 没想到对他妈妈来说 轻易的不得了 一扭就给他扭开了 我们人也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觉得 天塌下来了 过不去了 绝路了 必死无疑了 仰望神 神用笑脸帮助你 神说孩子 这算什么 到我这儿来 交给我 不吃 给你拧开了 我们在纽约 有一个挺有钱的 一对夫妇 有个女儿 他爸爸做生意 做得很大 中美之间的 但是呢 他赔了 一下子赔了很多呀 拿着钱进中国 穿着裤卡回美国 结果他自己就起不来呀 那时候他还没信耶稣 他自己起不来呀 结果这个时候有一天 他看到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在那垒积木 垒了一个很漂亮的楼房 结果他走路的时候不小心 一震地板 积木全塌了 塌了以后他女儿就不干了 哭啊 哭得不得了 死去活来的也是这样 结果他就 跟他女儿说 女儿啊 这个积木 这个东西不是真的 这个东西你塌了 我再给你累嘛 爸爸陪着你 女儿说不行不行 照样哭 怎么劝也不行 他女儿就在那哭 最后突然神上帝的圣灵 启示他说 你女儿的光景 就是你现在的光景 你丢了几百万美金 那就是积木 你还可以挣回来 对不对 只要我跟你一块挣 很快就给你再重新垒起来 而且即使再垒不回来了 也是积木啊 也不是真的呀 突然恍然大悟 上帝用他女儿来教育他 他说出来的话 都是上帝对他说的话 结果现在明白了 我跟大家讲 喜乐 就是让你放下 人生一切的重担 仰望神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圣经上讲 到我喜乐的神那里 还有一句话 神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记住这句话 我们人常常是 先有了力量 我有了伟大的能力 成功 我才喜乐 圣经说相反 先喜乐 才有力量 我告诉大家 神告诉我们人类 有很多的原则 跟世界相反 世界上是 弄明白了才信 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 你信了才能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是 有多少钱 办多少事 在圣经里是什么 凭信心 你为神做多少事 神就给你多少钱 在世界上是什么 要想过河 有桥 或者把水弄干了 我才过河 是吧 但是在圣经里是什么 你先把脚迈到水里去 水才给你干 在世界上是 官大的坐在上面 仆人伺候他 在圣经里正好相反 谁为首 谁为大 谁给仆人洗脚 这是耶稣做的 正好相反 所以圣经上 耶稣讲了一句话 人所尊贵的是 神看为可 证悟的 正好相反 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 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是看重我们今生 但是神说 要看永生 世界上的人都看自己 神说你要看我 世界上的人都看自己的影子 神说你转过来 看给你影子的那个光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喜乐 因为有神 神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 你什么时候以喜乐 你立刻有了力量 你不信你试试 我想今天坐在这里的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你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忧虑 重担 是不是 烦恼 苦闷 你们现在就想想你们有什么 今天来这里不白来 保证等你出去的时候就没了 现在就喜乐 看你们的脸喜乐不喜乐 神是什么意思 神就是全能 你把你的重担交给他 然后他呢 把他的力量交给你 你要他的恩典吗 他要你的信心 每一次耶稣在治病的时候 病人瞎子瘸子 什么麻风病人 说主啊 求你救我 耶稣就问一句话 你信吗 如果那个病人回答说 主啊 我信 耶稣立刻说 你的病好了 回家 你的信救了你 那个病人立刻就好 所以你要想让神祝福你 你首先要仰望神 首先要信他 你一信他 他立刻就祝福你 你立刻就有力量 所以要祷告 祷告是我这 长这么大 人生在世 我觉得最宝贵的 就是我有了神 我遇到任何的情况 我可以跟他说 我以前没有信神的时候 我是无神论者的时候 我跟谁说呀 现在好 我跟神说 一说神都理解 完全理解 完全的同情 安慰 赐福 力量 这都是神 所以我们每个人 人生最宝贵的 秘密的武器 就是跟上帝之间的热线电话 什么事 你打通这个电话 我的父亲啊 天上的阿爸父啊 我有点难处啊 阿爸父会怎么说 孩子啊 这不算什么难处啊 交给我吧 所以就解决了 这就是信心 这个信心太重要 这个如果你没有信心 什么也做不成 我在跟大家讲 我讲过的一些见证 我女儿 那个时候啊 每个礼拜三的晚上 去美国教会 那个参加青少年的团契 晚上九点钟结束 给我打电话 让我开车去接她 每次电话铃一响 我拿起来就俩字 Daddy come 爹来 啪就挂了 我每个星期三 在那儿去接 刮风下雨 风雨无阻 保证提前到 哦 做父亲的心肠 我有时候就想 哎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做父母的 怎么就这么贱呢 俩字 叮叮叮的就去了 后来我就更佩服什么呢 我女儿的信心之大 她从来不怀疑我不去 她不多说 就俩字 我就常想我们跟上帝祷告 有信心吗 我们说她是我们的父亲 灵魂的父亲 爱我们 而且有能力爱我们 可是你祷告的时候 你有信心吗 我们常常说 主啊 这件事交给你了 你看着办啊 你不帮我 谁帮我呀 我只有你一位呀 这事交给你了啊 晚上祷告完了 睡不着觉 第二天早晨再祷告 好像说主啊 昨天的事你就办了没有啊 你想如果我女儿 跟我也这样 爸爸呀 你来接我 你不接我 谁接我呀 我就你这么一个爸爸呀 这事你看着办 不见不散 弟兄姐妹朋友们 要向神求的时候 要有信心 要凭着信心求 如果没有信心 祷告是没用的 你也不必祷告 所以圣经上说 到神面前来的人 要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两个信 在这一句话里 所以我们仰望神 如果你喜乐不起来 你就祷告 祷告是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的祷告 没有神不听的 耶稣应许我们 只要信 就有平安 只要信 就有喜乐 只要信 就有神迹 就有祝福 就有永生 就有医治 要信 不管看起来 多么不可信 也要信 好 神就祝福你了 别人没有的信心 你有 你就得着了 这是信 那么第三句话 是什么呢 凡事谢恩 就是当你这样面对神 当你跟神有了 这么一种生命的连结 他属于你 你属于他 他是你的阿爸 父亲 你是他的宝贵孩子 你有了这么一种关系之后 你就活在恩典里 我女儿活在我的身边 活在我的家中 我是完全的恩典对待他 我们家所有的一切 对他都是免费的 不仅是免费的 将来都是他的 我们也是 圣经上说 我们要继承 耶稣基督的产业 好 你们知道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你每天都活在恩典里 这一点很重要 你如果没有活在恩典里的话 你有抱怨 不知足 你就苦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知足常乐 是吧 但圣经讲得好 凡事谢恩 什么意思 他意识到了 是有一个恩典 在爱着我 有一个恩典 在遮着我 我是活在恩典之下 阳光是恩典 雨水是恩典 耶稣一来的这个世界上 就指着阳光 指着雨水 指着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花 告诉我们 你们活在上帝的恩典里 连你们的头发 他都数过了 没有上帝的允许 连一个麻雀 都不能掉到地上 你们知道 我们完全是在上帝的恩典里 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造的 没有一样 是我们人要求神 神啊 帮我们造空气吧 神啊 帮我们造阳光吧 No 都是神在我们诞生之前 就给我们预备好了的 全是恩典 所以千万千万要感恩 一个感恩的人 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看见什么都感恩 你的心中就是最幸福 如果你看见什么都抱怨 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的钱一样 都亏欠你 那你苦死了 圣经上讲这个感恩啊 以称谢进入他的门 以赞美进入他的愿 就是指神的门 神的愿 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感恩的人 你如果给基督徒下定义 你可以下很多定义 其中有一个就是他 凡是感恩 成了感恩 败了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相信 神在冥冥之中保护着他 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 我经历当中遇到很多 出乎我预料的事 不是按照我计划的事 但是试过之后 我发现我感恩呢 我跟我太太在北京打架 闹离婚的时候 我就怨天怨地 怨自己 找了这么个太太 但是后来信了耶稣 好 在耶稣基督里 我现在突然发现 神把他配给我 绝配啊 那只有他才能治得住我呀 他在我身边 是火眼金睛啊 对我身上的缺点弱点 看得清清楚楚 我说神啊 感谢你 在我身边放了一个人 让我帮助我成圣 你知道这个 吕丽萍跟孙海英之间 你们看他们非常默契 每次吕丽萍 都把这个头举起来 说孙海英是我的头 是我的头 那孙海英一做头 他就老老实实的了 孙海英马上说 那老主是我的头 好了 吕丽萍就想听这句话 那大家说 神配得好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原来我认为我太太 一点都不温柔 妇联主任出身 十七岁入党 干部的子弟 官二代 然后 针尖对卖王的寸土不让 寸土必争跟我 我当时我想找的不是这样 我想找的是小鸟一人 温柔体贴 那个柔弱如水 现在我太太是 刚硬如钢 不是小鸟一人 是雄鹰展翅 但是现在我才明白 神的美意 我到处全世界 回去 我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传道 传福音 你们知道 多亏了我太太 拿得起放得下 顶梁柱啊 我们家里 院子里的屋子里的活 我说全是他管 没有一件事是我知道的 我甚至有一次问他 我说我们家有多少钱呢 他说你问这干啥 你就知道我多轻省啊 我多省心啊 我什么都不用管 连我们家有多少钱 我都不用管 所以我就知道 这是神安排的 如果搞个小鸟一人的 我离开一天 就要死要活的 那神说 我怎么能跟你配这么一个人呢 我今天的光景 神早就知道 早就给我选了这么一个人 配给我 感恩 什么时候都感恩 感恩就蒙恩 你们知道这个法则 不像人间 你蒙了恩 你才感恩 是不是这样 得了好处 我才谢谢 在主里面要学会 先说谢谢 虽然好处还没到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吃亏 很倒霉 很不幸 主啊 我感谢你 必有大幸运 随着我 哈利路亚 天天感谢 没几天 大幸运就来了 是不是 人间也是这样 你见了一个人 你得了他的好处 你才谢他 这是长情长礼 如果你没有得到好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从他手里得到 但是你见了他 总是感恩 总是谢他 说谢谢你给我的好处 谢谢你给我的好处 他心里纳闷 说我没给过他好处 但是你见了一边就感谢 见了一边就感谢 最后他一定给你好处 人尚且如此 何况上帝呢 何况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绝大的好处 你们知道 我们呼吸的空气 享受的阳光 我们脚踏的大地 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已经蒙恩在先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要感恩啊 圣经里边讲 我们什么事都要感恩 凡事 好事 坏事 都要感恩 你不能光遇到好事感恩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可能现在就有不好的事 在你身上 在你的家中 是不是 感恩 感谢主因为这件事临到我 这件不好的事压在我心头 一定是你知道的 对不对 说你面对的现在的这些事情 神知不知道 一定知道的 一定允许的 你看看 爱你的神 全能的神 他又知道又允许 那后果一定是很好的 对不对 超乎你所思所求所想的 我发现一个人 人生的命运 不是由你自己计划好的 人生的命运 是由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组成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信耶稣的 我从来更没有想过 我当牧师的 我曾经想过 我当作家 当思想家 当企业家 当什么家都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我当牧师 现在当了 所以都是出乎意料的 相信神 神给你的 要超乎你所思所求所想 他比你选得好 就像我们人 就像蚂蚁 是平面的 在地上爬 你这一步 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但是上帝是在天上 他查看我们 他一目了然 我们今天 明天 后天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看见蚂蚁 前面如果有火 我们为了保护这个蚂蚁 爱它 我就用手一挡 蚂蚁就爬不过去了 蚂蚁自己不知道 蚂蚁说救我倒霉 别的蚂蚁都过去了 就轮到我让我走这么大一个弯路 他哪里知道 他可能到死都不知道 是我在冥冥之中救了他一命 你们在座的也是一样 你们人生中走弯路 最不顺利的那一程 说不定就是神在拯救你的那一程 如果按照你自己的计划 往前冲你早死定了 我自己的经历太多 神做的事 我们事后才知道 我们才知道 所以要感谢神 圣经上讲要感谢赞美 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哈利路亚 基督徒都知道 莫大的朋友们 你们今天什么词都不知道 要知道这个词叫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就是感谢赞美上帝的意思 这句话你放在心里吧 这句话是全世界最流行的语言 你说全世界哪句话最流行 哈利路亚 全地都要赞美神 是不是 你们知道亨德尔写那个米塞亚 那个歌剧 里边有一个大合唱 叫哈利路亚大合唱 是吧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特别辉煌那个 不管在哪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一唱这个歌 下面所有的人都要起立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哈利路亚是赞美上帝的 当人类赞美上帝的时候 谁还能坐着 感谢神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词 这句话 孙海英的弟弟结了婚不生孩子 不是他弟弟 是他弟媳妇不生孩子 是吧 堂弟 孙海英说信耶稣 信了耶稣我们祷告 神会给你们孩子 结果就信了耶稣 祷告 一怀怀了个双胞胎 堂弟说 说这个起名怎么起啊 让孙海英起 孙海英说很好起啊 不管男孩女孩 老大叫哈利 老二叫路亚 他们家有哈利路亚 他们就天天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都过来了 哈利路亚都过来了 多好啊 比当年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还棒 万国之父啊 万国之母啊 这是哈利路亚呀 所以每个弟兄姐妹 今天我最后跟大家讲的 就是你们什么话都忘掉 记住这句话 哈利路亚 什么事就感谢神 哪怕你现在是泰山压顶 甚至让你万念俱毁的时候 你就哈利路亚 神啊 你知道我的光景 神啊 你爱我 神啊 你是全能 无所不能的 你必救我 必帮助我 是不是 有你 我还怕什么呢 你知道我最喜欢圣经上的话 神的话 最简单的话 神怎么说 神说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哈利路亚 我最喜欢这句话 还有那个 那个大卫的诗里边写 神对我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去叫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这话我最喜欢 你啥都别干 你干啥呢 你歇着 你休息 让他坐 为什么 因为我是神 你不是神 你注意这个事 我在神面前 我说阿门 我不是神 你是神 你做 我别做 他是神 不是我是神 不要靠自己的力气 对不对 第二 神说了 我是神 就是我真是神 我不是一个称号 不是一个名字而已 我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是神 把重音放在是上 对不对 还有第三步 你把重音放在神上 我是神 什么意思 我凡事都能 我是神 我不是你们人 我是创造万有的神 你拿天比我 天是我的座位 你拿地比我 地是我的脚凳 所以基督徒 不败偶像 任何偶像 都没法跟神比 你整个宇宙 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创造 哦 我是神 所以每当时 我就这几个字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说阿门 我就休息 我一休息 神把事就帮我办好了 过不去的时候 你就别硬过 等候神 让神来做 所以感谢神 就是哈利路亚 永远是面对神 圣经的正中间 你搬开以后 就叫十篇 十篇一共有150篇 第150篇 就是最后一篇的 最后一节圣经的 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 基督徒 你们会背吧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他 哦 耶和华就是上帝 我说了哈 赞美 赞美到什么时候呢 只要你还有一口气 咱们中国人说 只要你还出气 你就赞美耶和华 这就是整个圣经赞美诗的 诗篇的结尾 你知道 哦 你如果是这么一个赞美的人 你就一定是个喜乐的人 你一定是个有力量的人 健康的人 有盼望的人 是吧 因为你永远面对神 赞美他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发一个挑战 也是我们彼此激励共勉 等到将来我们躺在床板上 临死之前 剩下最后一口气 要说最后一句话 你说什么 哈利路亚 说完再死 那万一说完了以后 你不死怎么办 那就更哈利路亚 不停地喊呢 连着喊到三年才好呢 那从现在就开始喊 哈利路亚 每天早晨一起床 哈利路亚 心情好起来 这就是力量的源泉 圣经上讲 凡是信靠他的就有力量 凡是赞美他的就有力量 凡是感谢他的就有力量 不要凭自己 凭自己一定会跌倒 仰望神 祂是你随时的帮助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 我们一起感谢神 刚才李立平介绍的景尚牧师 你知道他为什么去中国宣教吗 因为他的爸爸告诉他 说当年日本兵在中国犯了很多的罪 伤害中国人 他要去赎罪 要去服务中国人 怎么服务呢 传福音 让他们灵魂里有光 灵魂里有爱 灵魂里有平安 有喜乐 这是最大的祝福 是不是 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也是这个感受 以前是救国救民嘛 是吧 信了耶稣以后我才发现 救什么都不如救人心 最大的危机是人心的危机 最大的不幸是人心的不幸 对吧 天污染了 地污染了 核污染了 空气污染了 什么都污染了 真正的污染是人心污染了 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 把自己的心先交给神 好不好 当我们自己蒙了福啊 自己得了救啊 自己有了喜乐平安啊 我们就是光啊 我们就照亮周围的人 我们就祝福周围的人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天上的主 爱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 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你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 我们常常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 我们生命的价值 但是你比我们更清楚 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生命 因为你是那造我们生命的 主啊 你知道喜乐 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可是我们人类喜乐不起来 我们被罪所捆绑 我们被世界的劳苦压力 重担所烦恼 我们为明天忧虑 主啊 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上 你成为我们的喜乐 你成为我们的祝福 你让我们实时的祷告 仰望你的笑脸 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那不设日月星辰 那给我们阳光空气的神 你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 主啊 我感谢你 你让我们凡事谢恩 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因为你知道 只有当我们存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 我们才会真正的蒙受恩典 主啊 而这颗心本身就是最大的恩典 主我感谢你今天把我们聚集在这里 来祝福我们在这里的华人 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有喜乐 有阳光 有平安 又感恩 主我把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交在你的手中 已经相信你的 让我们活出你的美好的旨意 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如果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 我特别格外的 我请求天父上帝 你今天的爱临到他们 让他们打开心灵的眼睛 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里 好在耶稣基督里 领受你美好的旨意 就是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他们的人生 一定是哈利路亚的一生 主啊 感谢你 我现在愿意奉耶稣宝贵的名 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你以前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 我现在我奉耶稣的名 我问你 你愿不愿意在耶稣基督里 领受上帝 给你这美好的旨意 愿意过一个喜乐的人生 祷告的人生 感恩的人生 哈利路亚的人生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请你把手举起来 好不好 就现在请你们举 举下我为你们祷告 为你们祝福 感谢主 楼上楼下都一样 你说我愿意 我愿意得到上帝在耶稣里 给我这么美好的人生之意 我愿意 你就顺着你愿意的心 举起你的手 还有没有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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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下就放下 感谢主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祈求的就得着 这话是可信的 你有没有重担 有没有压力 有没有喜乐不起来的事情 但是今天 我要奉耶稣的名 请你喜乐 把你的重担 交给神 神会泄去你一切的劳苦 让你有一颗喜乐的灵魂 那是金子都换不来的 宝贵的财富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所有刚才举手的朋友 你们跟着我做一个祷告 我说一句 你们心里默默地 跟我重复一句 我在天上的父啊 我来到你面前 我知道我是你的孩子 我原来不认识你 今天我要回家 我是个有罪的人 我是个有限的人 我是个有死的人 所以我常常喜乐不起来 但是你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光 你是我的爱 因为你是我的救主 你是我生命之主 我今天愿意打开心灵之门 请你进到我的生命中 与我同在 直到永远 阿们 陪谈的弟兄姐妹 现在不用暂时先别陪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安静在神面前 一起敞开我们的心 一起来领受 从神而来的祝福 特别是给刚才 跟着一起做了祷告 现在来到台上 这样的弟兄姐妹 新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 每一位基督徒 现在都用你心里默默地祷告 来祝福他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今天你又添了这么多的儿女 他们本来都是属于你的 但是他们在你家之外 原来不晓得 但是今天他们知道 只有信你 只有认识你 回到家中 才能享受家中一切的祝福 一切的丰富 而你是爱他们 是永远不会离弃他们的 你是有能力爱他们的 你是有能力帮助他们的 主啊 从此以后 我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 不管是他们出 他们入 他们在家在外 你的祝福永远不离开他们 让平安 喜乐 伴随他们一生 让他们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一天都向你高呼 哈利路亚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拣选了他们 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 恩待他们 恩待他们的家庭 恩待他们的事业 恩待他们的后代 一切的一切 都放在你的恩手之中 主 谢谢主 我这样的祷告 感谢 祝福 交托 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祝福